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百五十六集 死者的尸身装入棺材之后 紧接着便是封盖 定棺材盖的钉子有七根 俗称子孙钉 前六根由台棺者去钉 最后一根留给子孙钉 据说这样能使子孙后代兴旺发达 但是定棺材盖的七根钉子都不能定死 必须要流出一半 若是全部定进去的话 就会定住死者的灵魂 使其无法超生 南巡刚才听得分明 那每一根钉子定进去的声音都持续了很久 他甚至还听到了钉帽跟棺盖碰撞的声音 这幅棺材定死了所有的钉子 南巡心里渗得慌 他坐在旁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到现在 他已经搞不明白这梦是怎么回事了 不久前跟他吃喝玩闹的人突然蹊跷流血死了 还被人定在了棺材里永世不能超生 这让他觉得莫名其妙 南巡略作犹豫后 伸出双手 在那无形的棺盖上摸索 很快便摸到了七根子孙钉 然后他试图着拔出来 本以为徒手拔钉子是吃人说梦 不料他心里才这么一想 那钉子就轻而易举地被他拔了出来 南巡愣了愣 继续去拔其他的钉子 就这样 七根子孙钉全被他一一拔出 手中那看不见的钉子散发出一股刺骨的寒意 南巡手一抖 赶紧把钉子给扔了 钉子落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声音 有几颗似乎还滚了好几圈才停下 南巡也不知道 自己为何听得这么清楚 就好像这一瞬间 所有的声音都没有了 就剩下他这一小风天地 他和身旁的这白衣男子 不知什么时候 周围熙熙攘攘的人群不见了 景象也变了 不是古香古色的街道 四周漆黑一片 阴风阵阵 唯有他这一小块能看到些许光亮 南巡难得做了一次噩梦 觉得特别稀奇 他觉得这梦境也太真实了一些 周围的阴风好像真的钻进了他的骨头里 冷得他连连打颤 摸索到那看不见的棺材盖 南巡一把将棺盖揭起 就在他掀开棺盖的一瞬间 周围刮起了一阵狂乱的风 吹得他眼睛都睁不开了 南巡一手挡风 眯着眼看四周 不知从哪射进来一束微弱的亮光 让他得以看清楚周围的景象 这似乎是在一个巨大的石洞里 地面比较低 像是一个坑 南巡的脑子里呼得闪过了什么 但或许是在梦里 那念头一闪而逝 之后便再也抓不住了 此了 此了 有奇怪的声响从身旁发出 南巡猛地看向那具尸体 竟发现那白衣男子一双手上的指甲 不知什么时候变得又长又尖 正在看不见的棺材壁上狠狠抓挠着 这刺耳的刺拉声 便是指甲尖划在棺材壁上发出的声响 挠着挠着 那白衣男子刷一下睁开了眼 那双眼泛着绿光诡异至极 然后他僵直着身子坐了起来 脖子慢慢扭动看向了南巡 然后嘴角一勾 笑了 他脸上血字未干 趁着那笑容愈发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南巡双眼瞪大 一颗心跳到了嗓子眼 然后他陡然一个机灵 竟这样从梦里挣脱了出来 南巡坐在床上大口喘气 身边沈小云睡得正香 外面的天还是漆黑一片 正是夜最深的时候 小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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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巡呼唤小八 但是小八没有回应 这个点 小八很有可能在入定修炼 刚做了个噩梦 南巡一点睡意都没有 他想开灯 但想起沈老爷自有规定 今晚任何人不得开灯 只能点蜡烛 南巡便摸索着 从抽屉里找了个蜡烛点燃 晕黄的光驱散了南巡身上的寒意 他重新爬上了床 盯着那烛火发呆 不多时 那蜡烛上的火焰突然疯狂跳动起来 南巡吓了一跳 亲眼看到那黄色的火焰 竟一点点变成了幽绿色 南巡面色一白 连忙钻进了被窝里 抱紧了身边的沈小云 他没看错的话 刚才蜡烛旁边好像掠过了一道白影 我操 我操鬼火 他妈的这屋子里有鬼 有鬼啊 你说好的沈家老宅不会有脏东西呢 南巡在心里狂吐槽 忽而某一瞬间 他发现手里的触感有些不对劲 他抱的明明是个软妹子 体温也是暖暖的 但现在这触感似乎有些硬 而且温度越来越低 冰凉得很 丫头 你抱得太紧了 耳边突然响起熟悉的声音 那语调温柔而低缓 南巡缓缓抬眼 不禁咽了咽口水 他现在不是在床上 而是在之前那条街巷上 俊美的白衣男子就站在他面前 而他正搂着对方的腰 将对方抱得死紧死紧的 男人不再是那副蹊跷流血的鬼样子 他正看着南巡浅浅笑着 南巡连忙松开他 猛地往后退了三步 他现在突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他被鬼缠身了 眼前这个清俊优雅的男人 他妈的是个鬼 他不知用什么办法 入了自己的梦 丫头 你之前不是想跟我学悬术吗 我同意了 男人看着他的目光 慈祥而温柔 那 那个 我突然觉得自己资质愚笨 实在不配当大哥的弟子 男人脸上的笑意 慢慢连了起来 你的意思是 你又不想跟我学悬术了 南巡心里快哭了 面上却笑着硬道 想 可想了 我就是怕自己太过愚笨 学不会 男人又温柔地笑了起来 无妨 有我在 你再笨也能学会的 那真是 那我 那我真是太高兴了 丫头 明日开始你必须害时旧亲 若是迟了 师父放心 徒儿 不会迟到的 男人 微微醋眉 我从不收徒儿 你无需换过师父 那大哥 怎么撑花 男人 瞄他一眼 淡淡的 按照辈分 叫我老祖便好 南巡听了这名 猛然间想起什么 瞳孔骤然一缩 男人说完这话 把什么东西塞到了南巡手里 那 丫头 给你的见面礼 南巡捶头看去 是男人挂在腰间的那块玉佩 等他在抬头的时候 那人已经不见了 第二天 南巡是被身边的沈小云摇醒的 他看着窗外微亮的天 表情有些茫然 桌上有一根烧尽的蜡烛 证明昨天晚上 他确实醒过 那根蜡烛 是他亲手点燃的 所以 那不是在做梦 在沈小云 去浴室洗漱的时候 南巡 抬起握拳的右手 慢慢 伸开了五指 手中 躺着一块雕刻 精美的玉佩 赫然 就是梦里 白衣男子给他的 那一块 老祖 我好想出去玩啊 我们去坐摩天轮 旋转木马 还有过山车吧 我带你了解这里 认识这里 以后 有小柔在 老祖就不会孤单啦 的 词 咐 这 词 词